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苏王会谈之后 美中的关系现在要重回斗而不破的状态吗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提到说会谈的重点呢 有讲到就是台湾跟鸿海的议题 但是有一点在白宫声明当中没有提到 不过资深有官员就透露说呢 苏立文有提到美方持续关切 这个中方不公平贸易政策 还有非市场经济作为等等 对于美国企业造成的影响 那么美国对大陆呢 其实也在实施所谓的各种限制 像是呢美国两院呢就提出法案 要将华大集团赶出美国市场 另外呢还有像是呢 这个针对云端运算服务商啊 提出了一些新的规定 就是要限制他们来提供给 中国国营企业AI的一些运算能力 像是亚马逊旗下一些公司呢 预计这个影响就会是最大的 那另外雷蒙多也提到说 29号要公布的新规 是要要求美国云端运算的服务商 掌握和AI训练活动有关的客户背景 主要就是说不能让中国 利用美国云端训练模型 好另外呢还有是爱斯摩尔 也首次的证实说今年呢 不会获得向中国运送一些的这个 净润式的啊 紫外扑光机啊等等的出口许可 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呢 慢慢有陆续更多的限制 可是呢中国大陆似乎也不怕说 没有晶片的问题哦 因为呢你看到喔 在这个路透呢 对于一个这个中国招标的文件审查当中呢 就显示到说中国军事机构 国有人工智慧的研究机构呢 以及有一些大学 他们在过去一年当中 还是可以购买一些小批量的这个晶片 那这些晶片是美国禁止出口到中国大陆的 那我们就看到以前华为呢 他们现在也趁机的呢 要来抢高阶的市场了 2023年下半年呢 在大陆高阶级的市场比拼啊 说已经是蔓延到了价格上了 因为有分析师就认为说 华为不仅不会降价 反而呢可能涨价来对抗苹果 那当然现在呢 华为准备重返手机市场四抢哦 专家呢就说哦 这个自研系统以及AI策略呢 将会切动后续呢 整个市场的变化 那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手机啊 晶片啊这些哦 另外呢是在电动车的部分哦 说是呢冲击到欧洲非常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图哦 说德国的经济衰退啊 所以比亚迪他们现在呢 已经登顶成为中国销售第一了 的最畅销的一个汽车品牌哦 那德国就是也提到说呢 这跟汽车工业的前两场革命是一样的 第三场革命 地理核心就在中国 中国已经是电动车市场的一个 算是比较领先者的位置了 那另外是呢 在这个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这个智库呢也警告说呢 其实中国的电动车安全问题 他们认为恐怕是比5G网路还要大的 所以呢呼吁政策的制定者 赶快采取行动 不然后续可能会衍生一些安全上的问题 那内容也提到说呢 目前的新车呢 已经在不同程度上 会搜集一些数据哦 来训练自动驾驶人工智慧 车内的驾驶和乘客啊 哇这行为可能很危险 因为也会受到一些监控啊 然后甚至提到说呢 这些数据恐怕都会危及到 国家安全的问题哦 先请教介大使哦 怎么看说美中现在的关系 是不是也重回到 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个状态 对今天就是说 美国已经跟中国大陆的 讲得也蛮清楚的 他就是说 能合作的地方就合作 该激烈斗争的地方就激烈斗争 像这个Sulavan他也诠释过 他说美国该激烈斗争 就是从美国的国家安全出发 有一些产品的技术 他必须要对中国大陆进行限制 那这是一个小院高墙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不是所有铺天盖地的 什么都围起来 不让中国大陆拿到 那他说这些特殊的科技部分 他要挤一个很高的墙 不让美国的产品进入到中国大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NVIDIA 挥达他的这个AI晶片 事实上 NVIDIA的AI晶片 在全世界的市占率是90% 那中国可能是他 这个美国境外最大的市场 因为他20%的营收 是从中国大陆市场得来的 所以事实上NVIDIA的这个 老板黄仁勋是非常不愿意 怎么讲 失去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过去美国不让他卖这个A800 H800这两个他的这个龙头的这个产品 他跟美国政府谈判说 那我生产特别一款晶片 那么专门提供中国大陆市场 可是呢 不会影响你的科技管制 那就特别为大陆的设计了 一个叫H800跟A800 这两款晶片 可是美国政府经过苹果以后 他的商务部签证 连这个特供的晶片 也把它禁了 所以就变成他现在要提供 另外一款晶片 后来中国大陆的厂商 他的这些 使用这个辉达晶片厂商就说 不行 这个实在效能太低了 比你原来的只有十分之一 这不符合我需要 那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的这个华为 他们的海思 也就是他的这个 晶片设计工 他已经设计出一款晶片 叫深腾910B 那这个深腾910B 比原来这个NVIDIA 特供给中国大陆的这个H800 效能上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事实上中国大陆未来可能就是说 AI晶片只有断了 只有靠自己了 那除了这个 华为有提供AI晶片 那么事实上 使用AI晶片的 就像阿里巴巴 腾讯 他们早在三四年前 2020 2019 他们也自己研发了 AI的晶片 也慢慢也在 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 使用自己设计的 AI晶片 所以这个对于 这个 黄仁勋的这个 NVIDIA来讲 他认为是一大警讯 那事实上 这个我们刚才讲 像ASML 做光刻机的 他的老板最近就说了 因为美国已经 又进了他两款 最近再加一款 三款 这个所谓的 深紫外光 深紫外光的光刻机 也不是第一线的产品 是第二线的 第二线的最前三个产品 他又给他砍掉了 那 这个ASML的老板就说了 他说 我们现在西方社会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产业 对中国大陆有关晶片 生产器具的这种限制 好像我们自己 是躺在铁轨上 来阻止中国 这辆火车往前冲 他说 这个东西 你自己本身 我们是用自杀式的 可是呢 他说也没有办法 挡住中国这个 将来靠自己能力 伸展出他自己的产品 的这个 这一个整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美国 当然美国政治制度 他不会看得太远 所以他能够挡就挡 可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挡不住的话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华为的这个 Pro60手机一样 Made Pro60 他一下 他就冲出以后 就整个西方的这个 像Apple的话 就受到很多伤害 所以美国的做法 事实上是 对美国有利呢 还是对美国有害 这个是很难讲 来 镜长 我经常拿出一些论文来讨论 那这些论文呢 其实他都是在这些 高科技研发的前期 他进行模拟的 那其实也就代表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他的那个 无论是军方 或者是学术单位 都需要非常多的 这些高阶晶片 用作为无论是人工智慧 或者是 超级电脑的使用 或者是 他风动的 那个相关的内容 出来的计算 他其实都需要 这些高阶晶片 那也就是我们看到 东风时期的 这个沉波体的 高超音速飞弹 他如何形成的 他不是随便捏一捏 直接放 直接模型做一做 就放进风洞 没有 都是先做模型的 例如说 我现在看到 我手上的这一张 叫做低轨卫星 在反舰作战中的干扰 效能分析 他这个分析里面 他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做了非常多的 一个数值的推导 这些数值的推导 就是刚刚我所谈到的 也就是说 他经过这些数值 验证之后 他才会进入到 实体的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才能够最为有效的 而不会浪费这些经费的投入 另外我们最近几天台湾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太平山 或者是和欢山降雪 我们有想过吗 当我们开着特斯拉上去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担心 他的电池会在上面没有电 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 有关于比亚迪他到底是怎么做这个研究的 我们直接看这张图 这是比亚迪公布的 他利用了什么 他利用逆变器所产生的热能 来加热这个电池 让这个电池不会发生这种低温 无法充电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台湾低温 只不过就是零下一度 零下两度 大概不会就是以平地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和欢山太平山而言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到 墨河市北极村的这些 他们那个温度是多少 他们是-30度 -40度 那这一种电动车如何开动上去 实际上我们讲说比亚迪他就提出了这种保证 也就是说他的电池可以这样使用 这个就是在生活中得到的解方 事实上我们知道的 也就是芝加哥最近因应了 近年来最大的风雪 没有办法因应比亚迪做出最好的示范 刚刚讲到电动车来 兵哥怎么看说 真的威胁比5G的网路还要大吗 其实是真的 但是这个威胁你以为只有中国车会对欧洲车 对欧洲有威胁吗 不是的 全世界的这一类车型 他都在收集数据 我们台湾现在也是 其实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 它上面都是一大堆的感测器 那这些感测器都会把数据收集起来 那收集起来的时候 正常他就传给他自己的厂商 那他的厂商就根据这些数据来分析 去改进他的自动驾驶的这些技术 然后去他的模拟演练计算 可是这些数据你往好的方向用是这样用 可是往不好的方向用 他一样可以感受到你很多 比如说你的行为模式 你固定会去的路线 然后在哪一个地方 又哪一些机具 哪一些设备 这些记录都会记录下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是对 你会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些数据会担心 但特斯拉采数据你就不担心了 特斯拉不是一样会采取你的数据 那你们怎么不担心 你们都不担心美国会窃取你们欧洲的机密吗 美国一直在窃听欧洲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你们为什么不担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不是欧洲 包括我们台湾 都应该要赶快立法 去对这些 因为车子上面越来越多的这些相关的感测器 它到底能够传输什么样的数据 然后会收集到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要赶快立法 来做也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因为这个对全世界各国 未来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他们都已经有规定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们来看到呢 是这个苏王会登场 苏立文呢 特别飞到了曼谷 来和王毅进行了会谈 那会谈的时间呢 超过了12个小时 白宫的资深官员就说 这是美国外交沟通的一环 不过呢强调说不代表美国改变对中政策 而王毅呢 则是提到说台海和平稳定 就点到咯 最大风险是台独 美方要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落实到行动上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那苏立文呢自己也提到说 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重申 美国依然是致力 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联合公报等等的 这个一中政策 美国也反对两岸任何一方 片面来改变现状 直言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那当然呢 在这场会面之后 大家很关注说 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会面呢 就有提到说 苏立文跟王毅也同意维持战略沟通的管道 所以不只是内阁层面 像是一些双上的访问啊 甚至是包含两国的元首领袖 未来几个月内可能也会来进行通话 好那为什么呢 这一次苏立文特别要这样跑到曼谷呢 难道是因为很多全球的战场上 中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吗 好我们就看到 首先在东亚的部分呢 共机共建39架老台 那除了这个呢 可能大家已经看到觉得 没有什么稀奇的 那俄罗斯的舰队 俄罗斯的军舰呢 发现说他也行进了花莲外海 就是在26号有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呢 就被日本自卫队发现 从日本冲绳的海域 往西南的方向 行进了台湾花莲的外海 那这难道是中俄联手对台吗 中日同步也声称说 这个在中国海警就发现到 日本的一个渔船和树骚的巡视船 27号非法进入到钓鱼台群岛领海 陆海警舰艇呢 都依法对它采取了必要的管控 那么也警告驱离了 日本的第11管区呢 海上保安总部就提到说 大陆有个海警船 一度甚至是驶入了间隔领海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了 连续呢37天 在他们周边都发现有中国公务船 另外除了呢在东亚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啊 尤其在红海哦 这个以哈的冲突 夜门的叛军呢 是首度攻击了红海的美舰 这叛军是这个青年运动 他们在26号的时候呢 就以反舰飞弹攻击了美国驱逐舰 和一艘英国的邮轮 而这也是美国的军舰首度被锁定攻击 那当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 现在也面临说两栖船舰短缺的问题哦 所以呢 他们副司令呢 也说这个军种单一最大生存的危机哦 好近期呢 甚至还传出说 在红海啊 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怎么办呢 所以有很多呢 就出现了所谓乘船这样的行为哦 什么叫乘船呢 就是说呢 有很多西方的国家船只 他们担心开到这边的时候被打嘛 所以呢 他们呢 就会透过围住大陆货船的方式哦 来强行组队哦 等于说这些货船是被组队来保他们的平安哦 外媒就提到说 大陆官员就要求伊朗的官员要约束胡塞组织 避免攻击大陆船只 所以呢 甚至直言说 大陆利益如果受损的话 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跟伊朗的贸易关系 所以很多的船 其他西方国家就认为说呢 跟着大陆的船只就比较没问题了 还有另外一个战场 是在俄乌的战场哦 英国的这个媒体就提到说呢 美国国防部有一个非机密文件资料提到 有鉴于说来自于俄罗斯的威胁升高 所以美国也打算在英国部署核武 如果这样的话 这是15年来的第一次哦 那另外呢 拜登政府呢 这个对于美国挺乌克兰的方针呢 是不是要稍稍来改变了呢 因为呢 说这个新方针啊 就是不着重于收复师徒 而是协助基辅 能够挡住现在俄罗斯的新攻势 那我们也知道乌克战争啊 这个打了这么久的时间哦 那接下来怎么样呢 能够来停火呢 所以呢就有传出说 乌克兰的这个邀请习近平 要来参加和平峰会 乌克兰总统外交顾问也直言说 如果大陆能够参与的话 这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先请教戒大使 怎么看这个苏王这场会谈 那有没有真的有实质上一些进展 我觉得苏王主要 从中国大陆公布的消息来看 就是要谈台湾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中间最敏感的问题 那美国当然不希望台海的情势失控了 所以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对蔡英文 对赖清德他们这一组人当选 事实上也已经出手了 之前就已经在AQFA问题上已经出手了 那现在就不晓得在AQFA问题最近还会不会有后续的动作了 可是外交战线已经开打了 我们已经看诺鲁已经跟我们断交了 接下来图阿鲁线也传出也不稳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也看到 前两天大陆有39艘 不是这个军机 这个通过台湾海峡 另外还有一艘俄罗斯军舰 从台湾的东海面也死离了 这从日本那边传出来的消息 所以军事的部分看起来 从选举的最后期到选举完 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比较克制的做法 看起来慢慢现又有一点点改变 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现在他没有办法怎么讲 同时面临三场战争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对美国来讲已经焦头烂额了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 在加萨走廊战争也让美国备受压力 再加上又加上一个红海 这个野门的叛军 他们现在在攻击跟以色列相关的商船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都是跟美国直接相关的 所以台海问题 美国我想基本上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不改变现状 那不改变现状 中国大陆事实上话 他跟美国讲的 我想就跟王毅讲的非常清楚 那么就是台独的问题 那像这个赵春山他们老师 他们也就讲说 蔡英文从头到尾没有讲过说 他是一个台独工作者 那赖清德是讲的非常清楚 他就是台独工作者 所以他代表 他上台就表示台独掌握了政权 虽然是一个少数人支持的政权 可是他还是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机器 所以中国大陆那边是高度警戒 那美国也很怕 中国大陆这边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 所以这个苏路人跟这个王毅见面 大陆讲话就主要台湾问题 那在赖清德当选跟前后 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台办法都发言人都讲 讲了一句话是非常重的 他们说台独与和平是水火不容 那赵春山老师也讲说 对于未来两岸的关系非常不乐观 不过他们那个做 他们那次那个节目我看 他们基本上 他说台湾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有完全听美国的 那美国对台湾尤其赖清德 这个行政部门也是加强的管控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苏路人跟这个王毅见面 是等于苏路人 他把这一次美方派到台湾来的 这几个代表团 还有美方跟台湾 这个赖清德这个 他们接触的情况 那么去跟王毅做一个汇报 让他知道现在这个赖清德 他们跟美方谈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美方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信心呢 能够阻止赖清德 推动台独路线的做法 不管推动台独路线 只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他嘴巴怎么讲 另外就是他实际的做法怎么讲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现在美国是希望中国大陆 不要采取过激的做法 所以他们是站在第一线 所以你看派了很多这些高层的代表团 包括上个礼拜才来的 美国众议院的跨两院的 这些代表团也都来 那也都跟了赖清德这个团队 谈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很紧张的 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满意 赖清德的言行 还有他这些未来的 如果因为缺乏安全感 中国大陆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的话 不符合美国现在的这个利益 所以美国现在等于说 基本上不断的在掌控赖清德 那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最后呢 两岸会不会这个关系失控 我觉得美国也不见得能够管控得了 最后还是要看赖清德 他怎么对两岸关系做怎么样的表态 当然刚刚提到说两岸关系 在这一次这个苏王会谈非常重要 来这个舰长怎么看说 俄罗斯的舰队 发现行进花莲外海 俄罗斯舰队行进花莲外海 其实只有一艘 那也就是他的光荣级的瓦梁阁号 那太平洋舰 隶属于太平洋舰队 从海森威一直南下 然后经过我们东部外海 但是我们这样子讲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是在宇纳国 跟其他西南诸岛之间穿越的 那我们刚刚所讲到的瓦梁阁号 就是这一艘 那比较大家应该要注意的 是这一张图 这张图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国防部 他在27号所公布的这一张图 现在国防部已经改了这个图 改这张图叫做什么 叫做不让你看 果然就是国防部 就是来包裹住 妨碍你看 不让你了解真实的事项 他以前都会把航机画出来 现在全部画一个框 你画一个框是什么意思 你干脆不要公布 你公布的最清楚的是什么 你公布最清楚的是气球 气球飞越我们上空 你公布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那但是这里面 如果我们细看文字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一共有39架次的 以及飞机以及船舰 在海峡这边活动 但是有25架 其实穿越了海峡中线 那我们必须这样讲 再强调一次 海峡中线 没有任何国际法的支撑 也就是海峡中线 是当时美国化的 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不承认这条线 那至于说 大陆有没有可能 跟俄罗斯合作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也就是第六次 跟第七次的 中俄两国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其实我们仔细地看 在这第七次 它其实已经到了东海 已经在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附近了 那这第六次的 也就是去年的6月6日 其实它在黄海 以及在日本海这个附近 你说它有没有其他的意图 其实当然两国是配合军演的 那这你说空军不代表什么 那我们来看看海上 海上也就是我们看到 北部联合2023军演的时候 它其实是直接从日本海 穿越青青海峡 然后绕一圈 你说他们平常 那个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 或者是跟澳洲 这些国家一直在合作 做什么 他们叫做共同可操作性的一个演练 那现在中俄两国不是吗 中俄两国当然也是 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两国一起合作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来 斌哥 其实你看这次苏立文急忙忙的 跑到泰国去跟王毅见面 你就知道 情势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要严重很多 我老实讲 我们台湾现在好像一副没事的样子 可是实际上外面 已经风雨飘摇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大陆对赖兴德 上来非常不放心 他认为赖兴德 极有可能走向台独 那要求美国 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保证 保证赖兴德 不会偏向台独 因为如果赖兴德 一旦偏向台独的话 或是民事台独的话 那大概解放军 就不得不做出反应 所以我觉得 大概这一次就是 中国大陆跟美国 就在磋商这些事情 那美国当然一方面希望 能够降低 中国大陆在台海附近的行动 那另外一方面 希望他在红海啊 其他这些相关的地方 是不是能够帮忙协调 所以苏立文急忙 要去见王毅 那现在赖兴德 到底有什么办法 去让美国 让大陆都放心呢 其实有一个办法 就是 在选前 不是有三个学者提出来吗 希望赖兴德 你就直接宣誓 你是民党党主席嘛 你就冻结民党的台独掌纲 这样子的话 至少可以 等于说是表现出一种善意 也像世界宣誓 你不会走向台独这条路 那这样是不是相对 可以让大陆比较放心一点 也让美国比较放心一点 可是赖兴德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回应 我个人认为当然 以他的立场来讲 他会很困难 可是如果他愿意做出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至少能够把目前这个态势缓解 就让美国也不会再对赖兴德忐忑不安 那大陆这边也是一直在做他的整个布局 因为他就是在看台湾你到底要不要动 因为台湾一旦出事一定会牵涉到旁边的这些国家 他们也都在担心这个风波会不会过大 所以大家都在看 那解放军他在这个钓鱼台这个地方 其实他已经长期就用自己的存在来展现 他这里就是我的领土 所以他已经不断的就在那附近 一直不断的巡航 那甚至以前都是日本的 那个这些船只来驱逐我们台湾的船只 那现在是大陆反过来 他去驱逐日本的船只 他就是要告诉国际他这个地方是他的领土 他存在这里 所以日本现在也是头很大 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状况 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个钓鱼台这边对峙 其实对日本的资源来讲也耗损非常多 所以日本这几年也是不断的在提高 他们军事相关的预算 所以我觉得台海周边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诡谴莫测 可是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粉饰太平 都不告诉大家真正的状况发生在哪里 我觉得台湾人到最后被温水煮情网 被人家端掉 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这个会谈 有了很大的重点 除了铜海 另外就是台湾的议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看铜海冲突 刚刚谈到了苏立文跟王毅两个人对话 在中东这里的发展恐怕是很重要的中方的谈判筹码 所以被形容中东危机水上加霜 是因为燕门的青年运动 第一次直接攻击美国的舰队 虽然攻击的火炮立刻是被拦截下来了 所以没有失职的造成影响 但是攻击美舰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青年运动这边表示 美军跟英军发动两次空袭 目标都是叶门主要的石油出口码头 拉斯伊萨港 所以直接这个青年运动就攻击了英国的运游的船舱 那都倒过来的 美军跟英军就攻击的是叶门的石油出口的码头 这感觉是互相攻击来的情况是越来越激烈 这也是中东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海上冲突 但是红海危机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中国大陆施压伊朗 约束燕门叛军青年运动袭击商船 所以形成一个有趣的画面跟现象 就是说中国的船舰经过这里 是不是相对比较 至少比英美这些国家安全一些吗 那么中国官员要求伊朗官员协助约束行动 让这个暧昧的立场有改变跟变化吗 外国船会会蹭船 这个画面出现的时候代表 跟着中国船队比较安全 把中国货船围住 然后一起往前走 除了说当然中欧班列需求升温 这个是替代性的需求之外 英美甚至形容中气是投机主义者 被陆美反酸是酸葡萄 代表说相对在行驶这一艘航线的时候 这条航线的时候 中国船队是比较安全 所以大家蹭着团 跟着他一起走 而尾巴冲突当然是源头 这个红海的冲突来自于尾巴冲突 没有办法暂时告一段落 但最新传出了一个达成协议的消息了 纽约时报报导 乙军将停火两个月 换一百多位人职可以分阶段获释 这个报导里面说 美方把以色列跟哈马斯过去十多天的提议 合并起来当作一个基本框架 28号就会在巴黎进行协商 到时候美国的CIA局长伯恩斯会加入会议 如果足够的进展 将会使得这个停火的消息 可以有办法进行 因为这也是哈马斯提出来的要求 回应放人质 但你必须停火 但相对于国内 拜登处理这个尾巴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国内的大福的支持 让他的民调又再度跳水了 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主党人认为 以色列攻击行动已经过头了 已经到了这个种族灭绝的情况 只有37%认为拜登处理是支持以色列 全面支持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所以18到34岁之间的选民 年轻选民几乎是六成一 碾压式的不赞成拜登的处理方式 甚至最新的民调 拜登的满意度在任期第三年里 满意度39.8 也是自卡特以来的最低 是创1950年来 一任总统倒数第二名的民调表现 马上就要选举了 满意度如此 跟川普的竞争满意度 互相的对比也是越比越低 这种情况之下 拜登当然会感觉岌岌可危啊 所以军火商呢 怎么想 才不管总统是谁啊 反正这两位总统也都 大力的会支持军工产业啊 所以美国地缘政治底下 土耳其又在从批准了瑞典 加入北约申请案之后 因为他是唯一不同意的嘛 同意了之后 美国务院马上加码 赶快来卖军武咯 已经争取向土耳其卖 价值230亿美元的F16V 同时向希腊出售价值 86亿美元的F35A 那还有啊 继续卖 以色列正在加快 追进 美国要卖给他们F35啦 F15E啦 这些战机都是大单啦 还要卖12架 阿帕契啊 大批的弹药 所以现在乌克兰等不到 军火跟弹药 好像是正常的 还有运输船不够 美军海军陆战队 被迫寻求替代方案 美国海军陆战队面临 仰漆船舰短缺 所以五角大厦甚至暂停 未来两栖船舰生产 考虑增产其他类型的船只 包括远征移动的舰地舰 还有快速远征运输舰等等 这显示着美方 在内部的国防均衡上 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亮哥怎么看中东这一块 现在如果新的河潭 停火可以达成的话 当然有办法暂时 把这个红海危机舒缓一点吗 这个其实难度还是很高 因为你要叫夜门胡赛武装 暂停攻击 可是他的诉求很清楚 就是那里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加沙的攻击也要停止 那哈马斯提出了相对的方案 他说我愿意释放所有的人职 那你要撤军 以色列立刻说 这岂不是等于投降吗 他的理解就是这样 那以色列提出相对方案 说不然你释放所有人职 我停火两个月 那哈马斯就觉得 你怎么可能呢 我把人职全部都给你 那我还有什么筹码 所以对他来讲一定是 我释放全部人职 就停火 那你要撤军 以色列不愿意 不能只是暂时停火而已 以色列不愿意 那以色列不愿意 美国就开始来了 美国就说 以色列你就接受两国方案 那那坦亚胡直接驳斥布林肯 甚至我还听说 他跟拜登打电话的时候 还直接打脸拜登 说他们绝对不会接受两国方案 所以这里就卡住了 那你要叫夜门的胡赛武装如何停滞 如果巴勒斯坦人还是不断的在加沙被压迫 那胡赛武装他没有停火的正当性 因为这个事情你已经闹起来了 你闹起来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是一片欢呼 终于有人帮我们出气了 所以经济援助军事援助都没有停止 知道他人很少 他人大概只有15000人 可是因为那个夜门的海岸线那边有很多是高地 所以美国对他就已经轰了八次 只消灭掉差不多30%的火力 然后火力又不断的在补充当中 然后礼拜登真主党 伊拉克圣城旅又派人去那边指导他们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只能够怎么说呢 就是你美国还是要回去劝以色列 不然我认为这两个事情还是连动住 中国大陆会承诺 说我竟然跟伊朗好好谈一谈 可是呢 你以色列加沙那边都没有改善 口炮也只是短暂的 长期难以维持 是我们休息一下 有更深入的讨论马上回来 红海危机 全球的供应链都受到重大的冲击 而这一次呢 这个所谓军事武装组织啊 连美舰都攻击 还好被拦下来 万一攻击到美舰啊 它跟攻击到商船是截然不同的 你知道商船啊 不管运货运油 它可能二三十万顿 好大一艘船 对不对 它上面只有二三十个船员 就这么少 一艘军舰 即使像Earlybird这种船 那个八九千顿 你看看那么小 它上面可能有三百个人 上面又有飞弹 又有弹药 又有油水 又有各种的装备 而且人员是那么的密度高 它如果被集中一枚 后果都会很惨痛 会死很多的人 如果集到弹药上 它更是不得了 所以如果这个集中一个军舰 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更大的 那菩萨也说 你以色列那里不要去打哈马斯 那最近不是哈马斯 也跟他们签了两个月协议 好像说能够停战吗 但是还没有哦 现在只是纽石的报道 只是说而已 但是我想这个的不要期望太高 即使签订 为什么你知道 如果这两个对抗的组织是军队 国家的 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它签订两个月 可能比较有保障 也不是百分之百 比较高 但是今天它面对的是一个哈马斯 记住哈马斯 是一个散布在民间的 每一个人都有它的一个固定的弹药 而且其中某一个人 受到某一个刺激 拿起来一个武器 对着以色列打过去 这两个月的这种协议就结束了 所以你要指望 胡塞不去打这里 说是因为以色列跟他 没有这些冲突的话 我觉得这过度期待太好了 这不太可能 所以显然这个风险是没有办法 越来越高 因为它是游击队 对啊 是 它不是反击去射 它一个人就可以决定 也没有用 完全是没有办法 让这个风险往下降低 休息一下 继续来讨论 今天一个新消息是 北韩又射了巡异飞弹 对美国来讲 头痛的事情真的很多 拜登在国内的选情 民调数字也一直不停地往下掉 对 国际的混乱 其实对于美国所投射的一个 所谓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的确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那拜登呢 不管是在乌克兰 然后到这个以色列 到这个加沙走廊 然后现在其实 连他自己国内的这个边境 都发生 不断地发生这种 所谓的人道危机 很多这个中南美洲的移民 想要进入美国 然后在中途发生问题 发生危险 那或者是过去 在这个去年还发生 就是每年 每天可能要驱逐9000多人 所以说这个移民边境危机 对于拜登来说 也是很头痛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要跟 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 来合作 想办法要化解边境危机 那挽救他的这种公众形象 当有这些人道危机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是最容易受到感动的 最容易受到触动了 中美之间除了对抗之间之外的对话 所以我们就谈论到了这个很特别的场合 是苏利文特别飞到泰国曼谷去跟王毅对话 而且两天见两次 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还没有做过任何的声明 谈了什么也不知道 那昨天晚间呢 最后这个12个小时的 超过12小时的对话里面 有新闻稿跟声明发出来了 来自王毅这边的说法 中方的说法是 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风险是台独 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也是台独 那么美国呢 方面所发出来是说 自立一中政策 期待两岸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其见 那中美两会寻求更多的高级官员 布林肯也将再次访中 当然还有个重点呢 也就是这个里头我们没有提到的 其实是拜习即将要通电话 这是两个人在两个沟通里面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结论之一 而这个对话结束之后 被这个苏利文他们形容说 白宫形容是坦率实质性建设性 那中国要不给的形容词叫做 坦诚实质富有成果 显然双方的共识都是这样 双方都表示满意 但是美方用实贤的更中性一点 所以对比这几次 王毅跟苏利文的对话 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实质的进展 那这次的结论 凤凰网的分析是这样认为的 去年王毅布林肯会晤的时候 都选在离美国更近的 维也纳跟马尔地夫 马尔他 马尔地夫了 这次会面的地点是 离中国更近的曼谷 所以是苏利文 特别飞过去这个地点来看 有求于中方 中国大陆的需求 显然是更多的 同时我也拿会晤的时候 官方通稿坦诚深入 跟实质性建设性 这次变成坦诚实质 富有成果 显然成果是这一次最大的交集 是进步吗 拿到了中国大陆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呢 跟台湾有关或者是跟鸿海有关 或者是其他的议题呢 当然苏利文王毅在漫谷会谈 美中是不是重回了 斗而不破的这条路 成为很多媒体分析的形容词 再经过了去年年初 很紧张的剑拔弩张 围堵来围堵去跟各种的对抗 甚至是气球嘛 记得吗 间谍气球 那马上今年在选举年呢 预料说抗中的脚步会更严峻吗 结果想不到这两个人见面反而让所谓斗而不破 回到了更多可以对话的基础点 所以重点显然不一样 美国重点在中东伊朗 中国大陆是台湾跟台海 但这个成果显然是不是中国大陆方面比较满意呢 其中有一件事情也被关注 播音的话题 我们前一阵子觉得不可思议 一大堆什么机门掉了啦 又烧车啦 烧飞机啦 那各种的可能疑似瑕疵的状况 发生在播音的各种新闻议题里头 结果这一次呢 本来呢 以为到中国大陆的交付机可能会延迟 最新消息是大陆南方航空接收的播音737 MAX 27号已经降落在广州机场 同意交付了 所以这次的交付是中国大陆在播音的困难时期 投下的信任票 表示未来还有几十架的新机都即将完成交付 不会被挡了吗 那尤其是737 MAX 出了最多问题的这款机型 也完成检查了 阿拉斯加航空宣布今天也复飞了 完成了第一波737 MAX 9的最终检查 恢复营运 本来是限制说管理 这个是由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说 要停飞啊 要检查完成之前 没有保证安全之前不可以飞 那现在也表示批准恢复服务 表示播音这一关过了吗 尤其到美到中国大陆交击这一波 是不是有跟这个中美当中的氛围有关 不知道 但的确好像他总算恢复了交击 也恢复了在市场上 可以重新运作的能力 尤其是中美关系 形容这个是雷蒙多商业部长 他告诉大家说 有恶意的阻挡活动 拜登政府也拟了一项提案 要求美国各种云端服务业者 要了解客户的背景啊 实体怎么使用美国的资料啊 来训练人工AI的模型回报啊 为了应用什么 就是中国大陆有各种恶意的活动啊 这个感觉又硬一点 要围堵中国的各种认知作战 又是从他这边来的哦 那其实还有包括了佛州 下了禁令 这个中国大陆的学生 不准进到实验室 因为前阵子已经有几个 因此而回国去 甚至在机场被挡下来 都是跟研究法案有关 这个是佛罗里达的SB846法案 其中规定 只要有中国大陆的学生的话 这样的研究生 是不可以进到佛州十二所公益大学的实验室的耶 就连雇佣的人员也不行耶 那这个学生没有进到实验室 怎么完成学业 一定没有办法的啊 所以去念了这个书 等于是拿不到学位啊 那么新法案的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啊 那尤其是对中国学生带来的打击 不确定性 也让学术界的黄金时代 更受到了重大的冲击 这个直接有种族歧视 也直接让本身学生的权益受到了压力跟冲击 哇 是怕很多么的怕中国大陆的学生进到实验室 偷走什么研究成果吗 所以中美之间感觉有对话 但是这种对抗跟围堵的氛围 也仍然持续进行当中 亮哥 我觉得中美有战略上的一些小突破 都是跟地缘政治有关啊 那至于贸易战啊 科技战啊 还有因为科技战衍生了种种限制 这种不会改变 而且会更严重 因为你要知道川普 即将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那共和党一定是跟川普同调 那反中的基调会落更高 那基本上都是 我觉得共和党的基调 基本上是关心美国经济 所以在贸易战 科技战一定会更严厉 那甚至最近拜登还否决一个方案 共和党提一个案 说美国所有的电动装 不能够买中国货 结果拜登把他否决掉 他说这个如果都买美国货 那我不用推了 就说他连这种案案都提得出来 可是地缘政治真的没办法 地缘政治就是美国 真的对红海湖色武装 不断地侵扰红海上的那些货轮 美国真的拿不出办法 所以事实上那个William Kirby 他就公开讲了 那个Kirby他就说 我们跟伊朗没有办法搭上线 只有中国可以 他就公开这样讲 在美国的记者会 所以就意味着 他真的认为胡赛武装背后伊朗 可以使得上力 那只有中国跟俄罗斯能够劝伊朗 可是中国大陆 这个就有点罗生门了 因为胡赛武装在红海闹事 大概11月下旬就开始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事实上已经拜托中国很多次 那目前就传出来了 说中国好像有介入 有的又说都没有结果这样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拜这个 这个苏立文如果真的跟王毅 是谈这个议题 一定会谈得非常具体 不然你见面没有意义 因为你要知道 像他们这么高层的对话 过去两次是证明有效的 第一次在维也纳 那刚好就处理掉了中国那个气球事件 然后布林肯就访问中国 对不对 那第二次在马尔他就促成了拜席会 对不对 所以是有效的 表示他觉得这个管道 只要用就要产生效果 那所以杜绝所有媒体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如果 是真的要谈拜托中国去劝伊朗 介入红海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 开一些条件 当然是啊 我怎么可能白费功夫呢 所以大家传出来最可能的 就是台湾跟南海 南海就是 你不要叫菲律宾再来乱 好不好 南海行为准则 人家所有东南亚国家都同意了 只有你菲律宾在乱 而且也不会有结果 这个是其中一个议题 那第二个议题就是 他就会遵循原来的拜席会的 那个时候有谈一些话题 那其中就是习近平要求不支持台独 要落到实处 那习近平那时候提的两个要求 就是不能武装台湾 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 那你秀给我看 你如何不支持台独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恐怕要绑安全带 我认为美国一定是做了一些承诺 不然不可能写富有成果 我讲白了 这个这四个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富有成果 富有成果一定他有得到东西 不然中国外交部不会轻易写这样的字 他顶多写建设性实质 坦诚就是彼此的矛盾讲清楚 而建设性就是方向有了 可是富有成果就是有具体的东西 连拜席会都没有这样谈 没有没有这样写 所以我认为一定是中国真的就是 因为坦白讲 红海这个事对中国的贸易也是有伤的 因为中国是欧洲的 他是第二大贸易伙伴 所以中国大概也想处理 可是相对上你美国比我更急得处理 所以他会借机 要求南海跟台海得到一些成果 安全带的概念是 也可能对台海之间有一些承诺 不管是军售或是其他的议题 事实上在他们泰国谈的隔天 我们就看到台海33架飞机 还有军舰就绕台了 所以中国大陆是直接对台独很危险 做了行动的表示 那美方的底线也要展现他支持到什么程度 对 这个是互相在互相斡旋的状态之中 台湾的角色 建设长怎么看 我所以要讲这里一直在讲说 美中是斗而不破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要斗 什么不能破呢 那依据我这个问题的观察 我觉得说什么都会斗你知道 经济 这个金融 高科技的制裁 甚至军事的灰色冲突 这都叫做斗 可不可能停下来 不可能 可不可能布林肯跟谁 王毅谈了说 以后你就少制裁一点 不可能 那些斗事 不可能停下来 那一定会继续斗下去 那什么东西不要破呢 简单讲就是不要打仗 打起来那就破了 那双方都是这个 叫做网破于死 那如何能够不打起来呢 那你就要去问 什么有可能造成美中搭起来 就是一个问题 那是核心中的核心 他们一再讲的 就是台湾问题 所以每一次在讨论这个时候 他们一定会越讨论越详细 美台到底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越讲越细 越讲越细 官员到什么地步 军事合作到什么地步 你美国跟任何别的地方 我都不管 但是台湾我们一定要管 这就是他 每一次在这讲讲讲讲 讲这些越讲越细的 接着我要讲一下 我每次看到这个 限制留学生的这些事情 对不对 那真的是很悲哀的 像好比我 我就是军校留学生 我是公费出去的 那我们所有军校留学生出去 可能都有些人会跟你叮咛一下 如果在国外有什么机会 你有什么这些什么机密 或什么东西 能够送回来送回来 他交代我说 我有没有那种责任感 因为我拿的是公费身 可是我们一到了国外之后 三天我就知道 那些通通是完全没用的 你期望我干嘛 半夜穿个黑衣服 翻进个什么里面 拿个无间的钥匙打开来 不可能的 学生就是学生 而且一个国家 如果对学生都没有信息 就代表他对他制度没有信息 我一个学生到那去 就算我对我的祖国 原来有多么多么的向往 可是到了国外一笔 才发觉物质啦 自由度啦 什么生活都差很多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的心会发生变化的 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民主国家 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你要对你的自信 要有自信 对于这些学生去开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残酷 而且不仁治的 而且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 就是因为你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 要有自信 这些人到了你们国家 会留下来 作为你们那个美国的人才 杜教授怎么看 刚刚亮哥觉得我们要绑安全带了 因为这次两方的会谈 恐怕会严重一点 不是我们是赖清德 赖清德 赖清德如果干损事 我们不是要绑安全带吗 不是一样都很危险吗 所以现在真的 这个会谈里头 接下来还有拜袭通话 通话通往只是 就已经是针对这个结论 做一个再表示而已 所以你认为 这对我们台湾的意义 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大概双方 真的一定是讨论到台湾问题了 而且之前美国在台协会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讲过 就是2758号决议 没有处理到台湾的地位问题 那我想大陆方面 应该也很关切美方 这一系列的表述 我看了一下白宫 针对这个双方会谈 所做的一个记者会的一个说明 白宫是讲到就是说 关于台湾问题 他们的一些表态是讲什么呢 他讲的是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支持两岸 和平解决 这个分歧 同时美国反对任何一方 单独去片面去改变现状 那这个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是重视和平稳定 台海和平稳定 但是他对于所谓改变现状 这个他是同时要求 两边都不可以改变现状 我觉得这个还是 某种程度反映了 美国在两岸之间 寻求一个平衡点 那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大陆的 官方的这个新闻发布里头 他完全没有提到 美方的表态内容 那美方的表态 那个新闻发布里头 也没有提到 大陆的表态内容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表示双方其实还是有 很大的旗舰 还是有很大的旗舰 但是美方显然是感觉到 大陆方面的压力 而且大陆方面已经跟美方 开始了所谓美方所期待的 双边的会谈 比如像针对这个泰芬尼 或者比如像针对所谓AI 双方都要展开了 因此然后接着 红海的这个问题 大陆也已经出手了 所以我认为美方应该是 感受到大陆既给了胡萝卜 当然也有一些压力 所以未来美方会怎么样把这些讯息传递到台湾来 我觉得这当然是赖清德 赖总统当选的 未来会要面临到非常严重 严肃的一个课题 我觉得另外可以要补充 就是关于那个737的那个事情 其实虽然你看大陆现在说 开始交货 但是其实大陆现在发展的 那个919 就是大陆自治的这个商务客机 其实是他这个737 最重要的一个竞争者 那现在这个他大陆自治科技 已经在北京上海这条线 开始这个行驶 直飞 那直飞里头 他的这个客载率也是非常满的 那未来他 而且他已经 今年开始扩大他的生产能量 所以未来我觉得 不要看出他现在接收这个737 因为那是之前签订的契约了 未来我觉得大陆可能会更多的使用 他本国制造的这个客机 没有这么轻易就可以放过波音吗 接下来看